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关于亲情的 欢迎搭乘张曼娟的幸福号列车 列车长张曼娟和您一同分享幸福的时刻 其实这个炸暖还寒时候 如果能够天气稳定的话 倒是挺令人喜爱的 我喜欢在有一点微凉的空气中睡去 然后在满眼的阳光中醒来 你喜欢吗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是旅车长张曼娟 我们听到的是梁静如所演唱的 我喜欢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 停在你眼上 爱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眺望 赶不上的玻璃船 却不觉得遗憾 有方向 我喜欢像这样爱的好自然 不用管别人偷什么眼光 随你带着我四处的游荡 我喜欢一醒来有你在身旁 我喜欢赖在床上看你喝汤 我喜欢你的手放在我肩膜的手放在我肩膀 像是担心我会消失一样 为我每一寸小手而感伤 好 其实到现在你看影剧版 那个威尔史密斯的事情还没有真正的落幕 很多人还是继续的在讨论啊 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 就是我发现美国社会跟我们台湾社会 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其实是挺不同的 就是美国社会基本上还是蛮反对 用暴力的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情绪 对 说出来他就是用暴力来处理自己的情绪 不是吗 就是你感觉受辱 然后你就是要加倍奉还这样 但台湾的人却大部分好像都觉得说 这个威尔史密斯打人有礼 然后被打得活该这样 那有一次我们老师们就在课堂上面让国中生来讨论 关于威尔史密斯这个打人事件 然后老师的题目就是要请问同学们 你觉得这个行为你是同意的还是反对的 那原因是什么 那么你觉得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式 那他就变成了一个作文题目给小朋友来写 然后我们发觉呢 就是大部分的孩子他就是陈述赞成或反对 但是在这个赞成或反对的比例之中呢 赞成打人的比例又远远高过于不赞成 他们的说法就是 无论如何我都会挺身而出来捍卫我的家人 跟我所爱的人 让别人知道不可以欺负我们 类似这样 所以他们都赞成 应该要挥拳 那我在看到了这样的结果之后 我心里的想法就是 那语言呢 那表达能力呢 这个东西现在是没有意义了吗 就是连我们家的猫咪 他们在对打之前 都还会先对彼此叫嚣 发出一些警告 然后告诉对方说 你要是再不怎么怎么 我就要怎么怎么了 然后他们才会出拳 才会出猫拳 很少人直接冲过去就打的 那为什么人类 好像完全失去了语言的能力 然后失去了这个表达的行为 就是直接出拳 直接暴力是对的 那我觉得这其实才是 这一代人的一个最大的危机 因为我们有很多种方式 可以用语言 或用表达能力 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我真的觉得是 只有在语言跟表达能力 没有被发明之前 人们才要用人们才要用肉搏的方式 来伤害彼此来表达自己的心意 有了语言这种表达模式之后 为什么现在人会退化到 觉得最终还是要用肢体来表达 我觉得真的是有点 让我觉得有点忧心 那我们的孩子可能从小 其实蛮缺乏表达的机会吧 比方说在学校里面 现在有多少时候会有课堂上 老师会训练同学们的表达力 让他们用自己的想法 说出自己的语言 来表达他们自己 有多少学生会有自信 觉得因为我能表达 所以我存在 或者因为我能表达 所以我的存在有价值 可能很多时候都没有 我们可能会用孩子的课业的成绩 来评断他是否有价值 那所以很多的孩子 就是拼命的要在考试 在学习上面 有很多的进步来证明他自己 可是却很少有机会 用表达的方式 用言语的方式来表达 所以久而久之呢 就压抑了 压抑了这一个部分的需求 就是压抑了用言语来表达的需求 这其实也是一件 我觉得蛮危险的事情 因为你小时候没有训练嘛 那在长大的过程之中 你一直都没有被好好的训练 或者是说 你根本脑子里面 就没有用言语去妥善 表达自我的这种意念 所以其实我认为 能够用语言来表达 是一种最优雅 而且是一种很高级的方式 我觉得用肢体去表达 不管怎么样在我看来 我都觉得是一种野蛮 而且很低级的方式 好我们再来说说 该给孩子什么样的训练 除了语言的表达之外呢 也应该要让孩子认识 金钱跟思考他们的价值观 根据英国剑桥大学的研究 影响孩子一生的金钱观 与用钱的习惯 有很大的一部分 在上小学之前就已经形成了 所以在孩子的面前 父母如果遇到金钱 跟理财的议题的时候 应该要怎么说 或者是怎么做呢 那么专家给了父母亲一些建议 第一个就是留意一般的生活对话 小孩最基本的金钱观 很大一部分是从父母的 日常对话累积而来的 即使小朋友还小 他不懂得很细的去叙述 但是他也会从大人的情绪反应 去猜想身边的大人 对于一些用钱行为的看法和感受 慢慢的也就会有样学样了 所以其实我们小时候 都会知道自己的家庭环境 是有一点局促 还是负债很多 还是生活相对来讲比较宽裕 或是完全不需要为钱发愁 其实我们都还是可以感受得到 感应得出来 那我们的感应会修正 我们的花钱的一些概念 比方说当同学都买了什么东西的时候 如果我们意识到 家里的经济条件并不是那么充裕 我们会抑制自己的欲望 会告诉自己说 虽然这个东西好像不错 但是我不一定那么想要 可是也许我很想要 但其实就是因为我知道了家里的经济状况 所以我会改变我自己的想法 第二就是给孩子正确的讯息 那比方说呢 有父母会跟小孩讲说 因为大人赚很少钱或家里没有钱 所以不能买什么或不能做什么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去解释 为什么不要买 好像是我们可以把钱存下来做别的事情 或者是其实我们不见得需要这些东西 否则的话 小朋友会产生一个误会 他会认为只要赚很多钱 或者是家里有足够的钱 就可以尽量的买 甚至于过度消费 所以这个真的也是一个金钱观 第三就是让孩子看得到钱 是生活中的一部分 现在生活常常用行动支付 或者是卡片来付钱 孩子呢 可能只看到父母在花手机刷卡 可是并不知道到底花了多少钱 甚至没有意识到父母在花的 其实是他们的血汗钱 所以要让孩子知道这个部分 也是很重要的 第四点呢 就是让孩子看到存钱这件事情 我觉得最好的方式呢 就是从他们小的时候 就给他们一点零用钱 那然后让他们自己去运用 或者是把它储蓄起来 其实三岁到六岁的小孩呢 就能够逐步接近目标的感觉了 当他们看到自己的钱慢慢累积起来 让他们也可以学习到储蓄这件事情 或者是当孩子有什么需求的时候 就让他自己去花钱 自己去买 我觉得他自己去买 他才会很有实体的感受 说这个东西是我买的 我花了多少钱 然后这个钱是我存了半年 或存了一年 然后慢慢的 他也就会学会需要跟想要之间的不同 就假设他自己没有这种感觉 他无感义无痛 好的情况下 你要跟他说 怎么样来节省用钱 节省开支 钱有多重要 不要乱花钱 对他来讲 其实真的都是纸上谈兵 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 是江美琪所演唱的 海角天涯 我这首歌 拿鉄道 有烛光 南洋的风传说永烂 好像总带着迷幻想 像星期五去苏格兰 听说那边的河水凉 适合娘就适合牧羊 草地仰望星光闪闪 谁愿意陪我的香香一起流浪 虽然我和宝比不上期待不发 如果没有人能陪我一起流浪 我会买上单程机票享受孤单 可惜我的浪漫像个男孩一样 却多么希望在自己旅途上 遇见某个人就在 海角天涯 相信其算去太平洋 吃一顿晚餐有烛光 南洋的风传说永烂 好象总带着迷幻想 像星期五去苏格兰 听说那边的河水凉 适合娘就适合牧羊 草地仰望星光闪闪 谁愿意陪我的香香一起流浪 虽然我和宝比不上期待不发 如果没有人能陪我一起流浪 我会买上单程机票享受孤单 可惜我的浪漫像 接受当成的是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在我们的旅行还国外的旅行 还不能开放的时候 我们今天别出心才 我们邀请到的是 旅读杂志的副总编辑甘兆文 兆文要来我们介绍一下 四月号的旅读杂志 以在台湾的东南亚小旅行 作为封面故事 是不是很令人期待 而且那个封面上面的五颜六色 有着看起来非常非常好吃的 这个我认识 这个是越南的春卷 好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 在不能出国的时候 如何在台湾进行东南亚的小旅行 哈喽赵文好久不见了 万俊老师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今天呢我们要来聊这个 在台湾的东南亚小旅行 因为我真的很认真的读 我有读到前面的前言 赵文有说 自己在念研究所 但是已经开始在学泰文 是好强为什么念什么研究所要学泰文 对我觉得这也是因缘忌讳了 就是我是念台湾文学研究所 大家会觉得说 那台湾文学怎么会跟东南亚的语系产生连接 其实是我的老师蛮有远见的 他说你们不要一窝蜂的只去学英文日文 因为其实台湾在未来的20年内 可能会有第一代的新移民作家 那你们要在学院里头跟他们展开对话 所以你们必须要熟悉他们的文化跟语言 所以因为这个英游呢 我就开始来学习东南亚的语种了 为什么你选泰文 这个原因也是蛮个人的 因为我其实去了东南亚一些国家游历 我觉得泰国最好玩 泰国好吃又好玩 好吃好玩好买 然后所以在综合的条件的这个评比之下 我就决定以泰文作为我的外语 OK好 那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先来定义一下 什么是东南亚 台湾就不是东南亚 日本当然也不是 韩国也不是 对 其实东南亚是一个地理上的概念 那其实我们如果是从行政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 大家可能都听过东协识过 就是由这些接近赤道纬度的这个国家 所组成的一个国际的联盟 那其实所谓的东南亚或东北亚 都是一个相对的方位 像人家说台湾到底是不是东南亚呢 其实可以告诉大家 缅甸有些的地方 它的纬度其实比基隆还要高 所以其实从一个相对概念来讲 台湾其实是属于一个文化的过渡带 那我们刚好在这个季节里头 推出的一期东南亚专题 其实是想呼应说 好像这个夏天即将到来 很多人开始怀念起东南亚那种 很慵懒的热带的时光 所以我们来策划这样的专题 对真的耶 赵文我觉得你说对了 就是一种慵懒的 像我们每次去东南亚 从来就比方说去泰国 或者是去巴黎岛 去哪里 新加坡都是一样 没有一个说 我这次去 一定要去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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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就是去到那里之后 就是睡到完全慵懒的心来 他们有一个词叫做南洋呆 在那个地方就很适合放松 什么都不想都觉得好享受 对完全没错 好那现在接下来 我们就来聊一聊 其实为什么这次会做 在台湾的东南亚的旅行 是因为这些年来 有蛮多的人 因为各种不同的原因 比方说来求学 来台湾求学 或者最主要的一群 可能是来台湾工作 所以确实有蛮多 东南亚的移民或者移工 他们来到了台湾 然后也就把他们的文化 把他们的一些生活 就带来了台湾 对不对 是没有错 其实我觉得我们 在台湾的日常生活当中 其实都充满了蛮多的 东南亚元素 比如说大家会去泰式餐厅 会吃一碗越南河粉 或是去听一些 大马的华谊歌手 像梁静茹啊 光良啊 听他们的金曲 那更不用说那种 来自东南亚的恐怖电影 都让我们非常的 泰国最可怕 对对对 其实这种东南亚的元素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 是这个到处洋溢的 那就像曼娟老师说的 加上很多的移工 或者是这个来台湾求学的 东南亚的这样的一个人数 也不断的在增加 其实刚好是一个契机 我们也借由这个 在台湾的东南亚小旅行 来认识这群新移民的朋友 对没错 好那因为今天我们就是一个 比较想要有一种吃喝玩乐的感觉 所以我们就直接来聊一聊 我们怎么样在台湾 可以进行一场 东南亚的小旅行 我们就先从距离台北 最近的地方开始说起好了 你去过缅甸吗 我没有去过 好想去 我也没去 可是现在是很困难 但是在台湾据说有很多地方 其实是隐藏着一些缅甸的风情 对不对 对对 其实距离台北最近的一个 我们说缅甸的文化圈 它其实就坐落在新北市的中和区 有一条华兴街 那俗称叫缅甸街 缅甸街 这很有名 很有名很有名 它的历史也比较不太一样 因为我们说很多的这个 台湾的东南亚的一个文化圈 是因为移工移民的移入而形成的 对 那这个地方比较特殊 它其实在上个世纪的60年代左右 就有一批缅甸的这个华裔的人士 从缅甸来到台湾 因为当时缅甸刚独立 有一些政治上的 排华 对排华 所以其实那种移动 是一种连根拔起式的移动 非常刻骨铭心的 那当时他们来到中和这个地方 大家想想看半个世纪以前的中和 是相对来说比较荒僻 比较落后的 那刚好呢 他们是以一个好像难民的身份来到台湾 就在这个地方驻扎 那久而久之 大家互捧饮伴 就在这里把他们的家乡的料理 家乡的文化习惯 带到这个地方 也就逐渐的形成了一个 缅甸文化的聚落了 所以像以前有的时候 大家说要去那边参加什么泼水节 什么之类的 那个就是在这个地方 其实现在也是应时当令 刚好是这个礼拜六日 好像16、17号 就是他们的所谓的泼水节的传统 的一个活动 所以泼水节的传统是缅甸的传统是吗 泼水节应该这样讲 它广泛存在像缅甸啊 辽国啊 泰国啊 甚至云南的南方的西双榜纳等地 都有这样的习俗啊 那泼水节到底是要干嘛 就是我把你泼石 你把我泼石掉 我们现在好像把它用一个玩乐的方式 其实这个泼水呢 还代表着一个祝福的含义 好像洗净你身上的一些 这些不好的事物 所以人家说你的人员越好的话呢 大家就会越往你身上泼这个水 你就越湿就对了 对对 就是有点寓教于乐的感觉在里头 OK 好 我们待会再聊 我不能说这个秋季的红叶不够美丽 我不能说这个寒冬为何会永远的细雨 不是我的情怀不过是情怀疑 只是我生长的这片土地上 只有雨季和寒季 亲爱的别骂我 总是这么的脚踏实地 或者是千里面和我们来自艺陷入 不惮变些春风秋雨的心情来轰轰你 所以我今天会很欺负你 说春生夏夜幻想着和你一起漫步青青草地 说秋红冬寒叫我回忆常有的往昔 亲爱的亲密原谅我没有浪漫的恋情 只是我太爱这片土地 当然你爱上了他的天气 我只想说一些我的朋友们 也能明白的甜言蜜语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想你 让我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有这样的一首歌我也真是醉了 这是马来西亚的歌手阿牛所唱的 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 那是毋庸置疑的永远是晴天 我对马来西亚的印象就是永远是晴天 是非常舒适的非常慵懒的天气 是稳定的天气 今天来到我们幸福到列车的是旅途杂志的副总编辑甘赵文 那赵文他们4月号的杂志封面是在台湾的东南亚小旅行 这是一个多么有吸引力的题目呢 好我们刚刚已经讲到就是跟着赵文去旅行 我们去到了一个叫做华新街的商圈 华就是中华的华新就是新旧的新 这个是在中永和地区非常有名的一条缅甸街 对不对 那现在就带着我们一块来找寻几家必须要尝试的店 尤其是好吃的 是的 其实我们刚刚讲的比较沉重 是讲缅甸街的发展历史 那其实经过大概半个世纪以来的三叶开支之后 当地现在已经变成一个 这个具有观光跟文化风情的一个商圈了 那里头有许多店家我觉得蛮有趣的 他不仅是有来自缅甸的料理 也有来自像是云南 或者是说像是泰国 这些少数地区的一些料理 所以蛮值得推荐给大家 那在这里我们严选了几家店 比如说我们去到了缅甸街 就一定要常常当地最地道的缅甸料理 鱼汤面 鱼汤面 是这道料理比较特殊 很多人点食之后就会质问商家 就说 鱼在哪里 对对 鱼在哪里呢 其实它的料理方式比较特殊 它的整个鱼肉并不是以肉片的方式呈现 而是整个融汇到它的汤头里头了 所以它的那个鱼肉的纤维啊 你在喝汤的过程当中就能够感受到那个鲜美的滋味 好 然后它里面有面吧 有面 真的有面 对对对 而且它口感很特殊 它还加了这个芭蕉腥 有一个比较甜脆的口感 所以大家去到这个华欣街呢 可以点食一下这一道 这个很有特色的鱼汤面 OK会很辣吗 我觉得还好 它就是有 我觉得东南亚的料理都是 一点点辣 一点点辣 而且是那个香料的层次非常丰富的 可以仔细的去品尝它 对没错 好 然后还有一个叫做 异乡小区颠面料理 颠其实是中国的云南吗 是的 是云南的简称 因为其实两地有一个地缘的关系 所以很多的云南料理 也是借由缅甸 在这个折射回台湾的 对 那这个异乡小吃呢 它也提供了很多的 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有很多的 食令的野菜 然后就是好像符合那种山林的想象 跟那种丰饶感受 所以来到这边呢 也不妨尝试一下这个颠面料理 OK好 甚至于这边还有一个东南亚的主题书店是吗 是是 大家都想到的是那个 坐落在中和区的灿烂时光书店 那这个书店蛮特别的 它除了是以东南亚的文化作为它的书店的主轴之外呢 里面的书都是只借不卖的 真的 那它怎么为生呢 对对对 它其实它的书的来源是这样子 它就请每一位旅人 如果你去东南亚国家游历 就请你带一本 你不认得的这些书过来 然后变成一个集散的空间 其实这个书店最主要是 希望能够让移工朋友有一个 假日休闲 然后放松安静的地方 所以这里头呢 其实集聚的很多的是东南亚书系的书种 那也欢迎大家前去借阅 再来就来讲一讲 大家都很爱喝的奶茶 其实我觉得我们这个亚洲地区的人 都蛮爱喝奶茶的 对不对 对对 其实我们刚刚讲到缅甸 缅甸的奶茶呢 也非常有特色 它最大的特色呢 就是说 如果你是要喝倒地的缅甸奶茶的话 就只能点热的 热的 对热饮 他们说冰的奶茶是饮料 只有热的奶茶才是香愁 对 因为其实缅甸过去 招英国统治一百多年嘛 所以英国人就把这个下午茶的文化 在缅甸这个地方呢 就移植过来了 那因为当地比较缺乏鲜奶这样的物料 他们就以奶精或是这个淡奶取代 那这个以热的这个方式饮用呢 更能体现茶香气 所以他们是以热饮作为正宗的饮用方式 所以虽然都是东南亚 但是泰国奶茶喝起来又跟缅甸奶茶不太一样 你有比较过吗 我有比较过 其实泰国奶茶稍微卖弄一下 它的泰文叫叉眼 那如果顾名思义就是凉的冰的这个奶茶的意思 所以它先天就是要喝冰的 其实大家可以想象那个泰式奶茶的颜色是比较偏橘红色 对那它在饮用的时候呢 它加入了大量的碎冰 那你想想看嘛 在泰国的街头 曼谷的街头 来上一杯冰冰凉凉的泰式奶茶 多么的书心惬意 真的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专车来到了桃园火车站 为什么在桃园火车站会有这么多的这些 充满东南亚风味的市集或者是商店 为什么在桃园呢 其实桃园是全台湾这个新移民密度最高的一个地区 因为当地有非常多的工业区 那从90年代以来呢 就陆陆续续有各国的这个外籍的新移民移住 那比较特别的是 早期呢 因为台湾引进的大部分是所谓泰籍的这些劳工 所以当地是以泰式的料理 泰式的这些商圈为主 后来随着这个国情的这个更迭呢 更多的是越南籍或是印尼籍的移工来到台湾 所以他们的商店也呈现一个很有趣的分布 现在去到那边呢 大部分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越南的咖啡啊 河粉啊 或是印尼的这个超市 我还进去走逛过 我觉得如果大家想要去寻宝去探秘的话呢 这种东南亚的超商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就是它里面会卖很多可能那种香料 就是你在烹饪的时候会需要的那种异国的香料 没错没错 而且还有一些这个 我还买了一些那个保养品啊乳液啊 因为想说东南亚人对于防晒或相关的应该蛮有一套的 那你觉得好用吗 我觉得还不错 我还办了会员卡 你还办了会员卡 你真的是很认真在消费 是的 有认真在研究 对不对 没错没错 OK 那么这个来帮我们选一下 选店 选店一下 就是当地呢有一个新开的那个越南咖啡店 其实我们去采访的时候呢 其实80%以上的顾客都是越南的移工啦 可是他们就是以这个越南的风情去打造这个店喔 所以感觉起来也是蛮富力堂皇的 因为越南曾经被法国殖民过 对 所以他的这些装潢摆设呢 都很有那种这个小巴黎的一个情调 我觉得在里面点一杯这个冰滴的越南咖啡喔 看他这样子慢慢的滴漏下来喔 就真的很有在国外旅行的那种舒心的感受 就是被你一讲 就觉得马上就要搭火车去了的感觉 对 其实从台北去的话大概就半个钟头 而且不是搭台铁要搭 不是搭高铁要搭台铁 要搭台铁 没错没错 好 然后还有一个泰式料理 看起来也是非常可口的 很好吃的感觉 对 这家泰式料理店叫沙拉迪泰式料理 他就真的是泰国人开的喔 泰式方面的话是偏泰北喔 那比较有意思的是 他到了假日呢 会特别招待一宫朋友 推出这种吃到饱的活动 只要一百块钱新台币 那这个菜就随便夹去喔 那我觉得也是一个另类的福音 对对对对 OK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叫做望剑书间 感觉也很特别 我们待会下一个阶段再来介绍 我们先来听到这首歌 是黄明志所演唱的泰国恰恰 阿尔拜奔靠 I'll buy G9 everything same same cheap cheap you all can buy Banggokko sumoy heart ngai chang rai chang mai follow my cha cha Let's show me how your t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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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dancing cha cha Swee say sa waddi kha kha I fall in love with pretty lady Kang phong ta ta yang She told me she love cha cha Her male story love love Her act my friend with my people come from America We dancing cha cha Swee say sa waddi kha kha I want to marry her and bring her back to Malaysia Everyday kong me kong yam Help me do thai lomb masa Lub love me love me everyday I pray to Thai Buddha Sawaddi kha Ao b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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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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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i a I can be white people come from America We dancing Sha-Sha-Sha-Ce-Sawadhi-Ka-Ka-Ka I want to marry her and bring her back to Malaysia Every day go me, don't yell Help me do Thailand Maasang Lit love me, love me everyday I pray to Thai Buddha Sawadhi-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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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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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 Wang souli KaLoisi творos KaLoisi I love you 阿花君 喇啦啦啦 喇啦啦 VIT 你所搭乘的是 第二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是充满了 南洋的热情 我们邀请到的是 旅渡杂志的副总编辑甘赵文 赵文带着我们一块 来进行一场 在四月号的旅渡杂志 上面所介绍的 在台湾的东南亚小旅行 刚才我们已经坐火车 来到了桃园火车站的周边 那么要来讲一下 这个旺剑书间 这一家看起来很像书店 但它其实是一个 很特别的一个文化的 主题的书店 对不对 是没有错 它跟我们刚刚讲的 灿烂时光是同样的 都是以东南亚文化为主题的 那运作的模式也相反 这个直接不卖的 其实他们最重要的目的呢 就是希望提供一共朋友 一个安适的 可以静心的一个空间 因为其实这些一共朋友呢 在台湾比较不容易找寻到 这样的一个环境 可以看看书 然后去怀想一些家乡的一些事情 跟同乡一起分享 那比较特别的是呢 这个旺剑书间 自己也推出了在地的导览行程 比如说带大家去桃园 另外一个我们说异文化的重镇 就是龙岗 去那里品尝这个点点料理 或者是呢 还参访清真寺 他们预计要在未来推出一个 夜宿清真寺的活动 我觉得蛮有趣的 那有兴趣的朋友呢 不妨去关注旺剑书间的一些讯息 OK 然后接下来我们要来讲一个 大家常常吃的就是春卷了 我们这个台湾的春卷 有分成润饼跟炸的嘛 然后有印尼春卷 有柬埔寨春卷 还有我最喜欢的越南春卷 这些春卷的差别跟异通是在哪里 对其实台湾人对春卷不陌生啊 因为刚好清零刚过 大家可能也吃了一些春卷或润饼 对 那比较有特色的 像曼娟老师爱吃的这个越南春卷 越南春卷也分两种类型 一种是炸的 一种是这个生春卷 那生春卷呢 它里头包的那个配料非常的丰富 而且颜色非常的缤纷 有这个大虾 各式各样的蔬菜 而且一定要沾上这个鱼露酱 来回天风味 另外的话呢 像印尼的春卷 它也蛮有意思的 它其实是从福建过去的华人 将这个美食传过去 可是因为印尼又被荷兰统治过 所以他们在馅料的组合上呢 喜欢用比如说马铃薯泥 这种西式的食材 然后这个萝卜丝等等 去打造它的内馅 所以你看从一个春卷呢 就可以体现一种文化交融的 这样的一个想象在里头 对 好接着我们再继续往南 我们来到了台中 这边有一个还蛮有名的 叫做东协广场 是 因为我是台中人 我对这个地方非常有感 在我求学的时代呢 它还比较东协广场 叫做第一广场 第一广场 是的 那这个地方也很靠近台中火车站 那过去老台中人 对这个地方的印象就是 这个出入比较复杂 然后这个治安呢 勘与等等的 那后来因为有很多的移工朋友呢 在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文化的聚落 所以市府呢就将这个地方改名为东协广场 那现在这个地方呢 它其实是一整栋的大楼 搭配周边的街道啊 就有很多的这些东南亚的商店或是餐厅啊 移住在这个地方 所以也蛮值得用假日的时间呢 去走光一番的 OK好 那假设我们来到东协广场的话 有没有哪一些严选的店要推荐给我们呢 是里头有一间那个泰式料理蛮有名的 它是非常平价 但是用料实在 而且呢 因为老板娘也是泰国人 所以这个口味上呢 毋庸置疑的 绝对是非常的道地 那另外有比较特别的是 它有一个附近有一家炸香蕉店 啊我最爱炸香蕉了 真的 对香蕉是台湾常见的水果 可是用炸的方式料理呢 好像比较少见 是 就是来自于这个菲律宾的一个料理的模式 那有的时候呢 它还会在上头上一些炼乳啊 或是巧克力酱啊 吃了就觉得非常的辛苦 罪恶但是无比幸福 没错没错 所以这里这附近有非常多这样的一个小吃店 值得大家呢 去打开舌尖的这个感官感受能力 我们再来介绍一下粽子 我有注意到这件事情 就是其实粽子啊 也是在东南亚好多国家都有 对不对 我们当然最熟悉就是台湾种嘛 就分成田种跟咸种 那另外有越南种 菲律宾种 还有马来种 那差别在哪里啊 对其实我觉得蛮有特色 像越南种啊 它有一个外形上来说呢 它有一种方形的种植 就整个叶子 整个他们是用那个芭蕉叶去包 因为它的体积比较大 竹叶大概包不了 然后里头内线是包这个豆沙 包这些猪肉啊 据说跟他们过去这种天原地方的一个文化的习俗有关 那像是马来种的话呢 也则是跟他们的这个穆斯林开在节有所联系 他们是用编织的方式 去处理它的这个种业 这看起来就好像一个精巧的工艺品一样 在吃之前呢 在视觉上先满足了三分 没错 其实你知道我后来我们家那个印尼妹妹来了以后 我才发现 就是不是因为都是在亚洲 很多吃的东西是很像 比方说我自己在家里面做酒酿 然后那个印尼妹妹在旁边看看 她就说我们也有这个 我说你们也做酒酿吗 她说我们不是酒酿 她说我们是把它做成甜点 包在那个芭蕉叶里面 然后过个几天之后 打开来把它当成甜品吃掉 是有酒精味的吗 对啊对啊 就像我们吃那个酒酿一样 我们是酒酿是煮了变成一碗 你没有煮的时候 它就是很像那个糯米这样子一团 他们把它拿来当甜点吃 然后做法跟我们一样 我觉得好妙 真的是一个米食文化圈 可能有一些共同的一些食性 就体现在这些地方 对所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事情 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讲讲 开箱东南亚这件事 就是假设我们没有要出门 但是我们想要来买一些 跟东南亚相关的东西的话 不知道赵文会买哪一些呢 其实我在这期杂志介绍的 我都买了 你都买了 我就是我办了会员卡 我有猜到 对其实东南亚可能大家最熟悉的 还是他的这些料理 比如说这个河粉 或者是这些泡面 那我觉得到了东南亚商店 不妨好好的去搜罗一番 还有刚刚曼娟老师说的 各式各样的调理包 就是充满东南亚风情的 什么香茅等等的 都蛮值得选购的 另外的话我个人蛮推荐 他们的一些果汁类 果汁吗 对对对像凤梨汁 我还仔细看它的标签 它本来是写百分之百凤梨汁 可是因为台湾的法规比较严 它就改成百分之九十九点二 九十九点二 对就是说它的纯度含量很高 那喝起来也真的是很天然 很爽口的那种水果的滋味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去多朝 这个饮食方面去挖宝 我很好奇的是什么你知道吗 燕窝水是什么 是因为其实东南亚是燕窝的 一个重要的产地 包括泰国或是马来西亚 都有相关的这些产区 所以他们其实把这个燕窝 当做是一种日常的 一种营养品的概念 而且售价非常的连移 那我觉得如果想要去尝鲜的话 不妨就从这个燕窝水来试试看 一罐大概就是台币几十块 那也不贵 那我觉得滋味上 其实也不输这个 一般我们吃到的燕窝 OK 你有买这个拳击短裤吗 我有买 而且这个还作为我们这次的抽奖礼物 真的吗 对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再上我们旅读的网站上去搜寻相关的资料 OK好 最后来介绍一下亮白身体乳 这个我是基于好奇 我买了一下 就是刚刚说的嘛 东南亚因为气候比较炎热 我相信他们对防晒美白非常有一套 所以我就试买了这个 菲律宾出产的亮白身体乳 它其实是用这个麴菌去做原料而制成的 所以我觉得我现在还在试用当中 也许将来有机会的再跟大家细细的分享 三个月后半年以后三个月以后 哇怎么变这么白赵文 下次上节目就见分晓 焕然一新这样子 以上所说到的这些 其实在他们的超市里面都是有可能买得到的 是都买得到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赵文 我们领路啊 带着我们做了一场在台湾的东南亚小旅行 在还不能出国的时候 也许也不必出国 就先从台湾的东南亚开始吧 谢谢你 我们期待下一次看看还有什么有趣的话题 可以见到赵文哦 好我们现在听到这是孙燕芝所演唱的流浪地图 感谢你搭乘两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我们下礼拜见 Zither Harp 天黑的有一点快 遮开的有点快 这是现在 不是虚构的片段 心怎么也放不开 脸色有点苍白 过去落断 不是虚构的恋爱 静静的就让我离开 去了就过去别再为难 脑袋乱了让我留一个出口 伤心也没用 我已经走在流浪的地图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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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让我离开 天黑的有一点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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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静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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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紧紧的就让我离开 就好了 哭泣别再遗憾 所有的故事想说 却说不出口 爱过的痕迹 会一直存在 流浪的地图 我在流浪 在流浪的地图